刚才白蜘蛛是想的 白蜘蛛 红蜘蛛 黄蜘蛛 它统称红蜘蛛 它们是满虫类的 它不是磐石洞那个蜘蛛 跟大家说过很多次的红蜘蛛的一个治疗 很多的话我说 老花姨你光用嘴说 你们大棚里边怎么整的 我跟你们说 我们大棚里边一旦上了红蜘蛛 我们就拿这种药壶 连续三天的去打药 它不是说单纯的去打一种药 我们会换这药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大棚里面用的 基本上都市面上不销售的 你们基本上也别行事那些事了 给大家推荐的时候 第一是为了家庭安全为主 你像动不动家里边养个狗了 养个猫了 要不大家有个小孩了 要打打的给你们上这些中毒的剧毒的 我天要了命了 好多东西它是不流通的 你一盖它就行了 我们会用什么呢 杀满剂 给大家找一找看一看 别给他们看了 这些药还是别看了 就是给你们说一个盖它 一个什么点呢 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了红蜘蛛 用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药 叶子的背面一定要给它打到 如果说咱们家里边就几盆花 你最好有条件的话 用水冲一冲 冲干净以后再打 你第一天下不去 第二天连续三天 基本上都能下去 你像今年夏天 特别干旱 我们就是江苏连云港 一个不错的老大哥 他的月季就上了红蜘蛛 没办法打一次要两天 因为它有一百多抹月季 一次一次两千一次两千 它连续打天天打 所以说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主要是因为高温干燥干旱 才会得红蜘蛛 潮湿闷着它就不爱得红蜘蛛 因为它怕水 潮湿闷着就上剑架虫了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遇到了以后呢 先用水冲 用水冲干净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 反复的叶子正反面都喷一喷 药量别太大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用水冲 别的没事 所以说我跟大伙说 你像我们大铺好的东西 不卖给你们是有原因的 不是说哎呀 那个老花医推荐了一个药都好几十 他自己大铺里边用 那玩意不适合你 家里边弄不好 到时候人都嘎了 我是老花医 养花最专一 要不就点个赞 谢谢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